听觉行走 文化感觅 听世界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听世界 本节目统策划 陆明 监制 林静 编辑 溺爱芬 演绎 谢涛 制作 阿詹 自从公孙归父去了晋国 三环就开始行动了 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会坐以待毙的 自我保护那可是本能 鲁宣公心惊胆战的 从前还有公孙归父给自己壮壮胆 如今公孙归父出差去了 自己随时可能被三环干掉 另外一方面 鲁宣公对公孙归父去晋国不抱希望 本来晋国人就不喜欢他们 再加上现在是细克执政 这个刻薄的家伙是最记仇的 他能给公孙归父什么好脸呢 于是鲁宣公天天晚上做噩梦 几天时间瘦了十几斤 终于在一个没有月亮的晚上 噩梦坐着坐着就再也没有醒来 鲁国三环谈官相庆 相约来到朝廷 按规矩由六亲来决定谁来继位 公孙归父不在 于是剩下的五亲就是鲁国三环 还有脏宣叔 子叔生伯一道来宣布太子继位 那就是鲁成公 生伯就是公孙英旗 是鲁宣公的侄子 大事商量妥当 三环就开始发难了 各位 当年东门相众废敌立数 结果导致诸侯都瞧不起我们 晋国人因此与我们疏远 这通通都是东门相众的责任 之后东门相众还卖国求荣 把我国土地割让给了齐国人 再后来 公孙归父千方百计 挑拨我们和宣公的关系 和楚国打得火热 今天 新账旧账都要算个总账 打火说说 怎么办吧 纪文子现在是辈分最高 资格最老的人 说话就不客气了 孟宪子和宣伯是双双响应的 要求严惩东门家族 生伯没话可说 他是不喜欢公孙归父 但自己怎么说也是鲁宣公的侄子 所以他也不愿意落井下石 宣伯就问了 老脏 你的意见呢 哼 既然你们要铲除他们 我还有什么好说的 把他们全家驱逐出境就是了 脏宣叔说 他为公孙归父抱不平 但是他也知道驱逐东门家族 总比灭了他们家族要好 当天身为思寇的脏宣叔就宣布 东门家族为不受欢迎的家族 立刻驱逐出境 整个东门家族于是被赶到了齐国 公孙归父是东门家族的家长 在路上得知噩耗 痛哭一场 也赶往齐国和家人团聚避难去了 机关算尽 最后终得个流落异乡 在鲁国这一场生死存亡的斗争中 鲁国三环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公孙归父逃走了 东门家族没落了 这也就意味着鲁国的政治格局 要重新划分了 生伯接替了公孙归父的位置 实际上就代表了公事 三环的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 纪文子在朝廷当中的作用 进一步加大 鲁成功尽管也对三环存有戒心 但是看到自己老豆和公孙归父的下场 他决定还是以和为贵 亲近派的三环得势之后 鲁国的外交政策也必然进行了修正 从鲁宣公时期的投旗联储 修正为全面投靠晋国 鲁成功元年 鲁国派出张宣书前往晋国 修复与晋国的关系 与晋国结盟了 鲁国的外交政策的变化 直接导致齐国和楚国对鲁国的不满 之后齐国进攻鲁国 并夺取了问阳 鲁国向晋国求救 晋国的细克领军出兵 远鲁抗齐 于是就有了近齐之间的安之战 这一场战斗我们之前也为您描述过 在这场战斗中 鲁国夺回了问阳 一山容不得二虎 当世界上有两个老大的时候 世界人民就很难有安生日子过了 鲁国投靠了晋老大 楚老大就很生气 安之战刚刚结束 晋军收兵回朝抱老婆去了 这边楚老大就开始出动了 子重领军 根据老大 尽量不打老大的国际事务原则 楚军先是攻打魏国 随后屁股歪了一歪 直接又移到鲁国来了 要找鲁国来撒气 晋老大走了 楚老大又来了 鲁国人慌了 紧急内阁会议就召开了 各位怎么办呢 鲁成功没主意 藏宣叔就建议了 那还怎么办呢 赶紧找晋老大来帮忙啊 听着口气就知道是语带嘲讽 他是典型的青旗派 很讨厌晋国人的 宣伯就回了一句 老藏你太不耕直了 明知晋国人刚走 不可能回来救他 其实宣伯也知道晋国人的德行 所以随后还加了一句 你不知道啊 什么超级大国都是纸老虎 晋老大显然是靠不住的 那只剩下一条路可走了 那向楚国人求和呗 鲁成功也看清了形势 啊 宣叔 要不你辛苦一趟 走一趟楚军大营 哎 别这样 楚国人出来很久了 我们不去他也要撤军了 如今让我去 白白得了这个功劳 嘿嘿 我可不敢哦 赵宣叔刚才被宣伯抢白了 这个时候翻翻白眼 拒绝任务 鲁成功甘瞪眼 现在谁都可以不吃他这一套 谁都可以不理他 说起来 孟宪子这个人 还是很实在的 看鲁成功下不来台 赵宣叔和宣伯又互不买账 他就挺身而出了 啊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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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我去吧 算我白捡个功劳 不过楚国人是很贪的 我可不能空手去啊 于是孟宪子就带了财宝 去了楚军大营求和了 让生命的空间隐身 听世界 其实吧 楚老大也不一定非要打鲁国 他们就是要个面子 你晋国打了我的盟国齐国 哼 那我就得教育你的盟国鲁国 现在孟宪子带着玉器珠宝去求和 此众当然就很爽快地答应了 不仅答应了 而且不收珠宝 楚国人是高风亮节吗 才不是 楚国人聪明着呢 鲁国是个什么国家呢 可能政治外交打仗通通不行 但是这个国家有一个亮点 自古以来都被人认可的 那就是这个国家有很多的能工巧匠 他的技术工人在全世界都著名啊 于是子仲要的是什么呢 子仲要了木工 采访 职工 各一百个人 另外 要鲁国派个公子到楚国做人质 其实 楚国最需要的就是技术工人 无可奈何啊 第二天 鲁国只能按数目送上了 楚国要求的技术工人 以及鲁成功的弟弟公子公衡 作为人质 这就行了 不行啊 楚国人随后在鲁国的属地 召开了盟会 楚国的子仲 齐国的晏若 宋国的化缘 魏国的孙良夫 郑国的公子去吉 陈国的公孙宁 蔡景公 许林公都来参加盟会了 因为是在鲁国的地盘上 所以鲁成功也只能亲自出席 可以说除了晋国 几乎全世界都参加了这次盟会 晋国 这个时候还是盟主呢 但他却只是睁之眼 闭之眼 假装这事没发生 不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I do 爱是四个小时度 还不够我时间 美的生缘 It's true 我会更争气一点 Hey yeah yeah It's true 珍惜身边的一切 Oh it's true 还不接着对谁说 I do 三百六十五天都 还不够我理解 这个世界 It's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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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y it's true 證書